喔 欸 EDG 不開你ZEKA任何招牌 欸 對 直接兩隻BAN空 右邊就是 哇 他給一BAN陸西恩喔 那你要放什麼 貓一定要按 因為MACO跟VIPER拿到希爾加貓 我不知道怎麼是 那我不知道 阿這個貓吧 貓吧 一定要貓 一定要貓 愛希輔助 愛希輔助 這個是可以的 這個 呃 之前 如果有關注PCS季後賽 我記得CF4就有出一把 然後這個限是可以 因為愛希打倫拉就是一直狂推 而且因為距離可以拉得夠開的話 情況下其實瑞娜達不太能夠去三棒做開戰 喝到眼是被排掉的 喔 這裡要想GAME欸 有練嗎 但是這個地方 它是沒有 這卡應該是沒有位移的 但是因為看到租了 所以選擇算了算了 喔 再來一波欸 它還在繞欸 這麼拚的嗎 欸 下路被點破頭欸 哇 爆血 但是這個時候到了三級有閃現 能拉開 死不了人 但是打閃打狀態 沒錯 下路還是在狂壓 而且CS已經開始出現差距 這卡仍然沒有回嗎 有練嗎 真的有貪喔 喔 但是練被拉斷了 兩邊上都交TP到上塔 QSik也放棄了 我看一下中 頂 珠鞭 然後 Skull拉掉 這波打狀態之後是可以 中也先踩過去的喔 貝羅這樣撞了嗎 哇 沒拉到可惜 它被閃現躲過了 然後 Dev的A了一波 是打掉狀態了 喔 三打三 那Skull的血量有點低阿 又是一個沒塔阿 真的要打嗎 KINGKEN先被擊火 所以先擊火了一波 被砍到臉啦 但是這個時候有一個大做到了 推推沒有推出效果 我拿到預視者囉 但是 欸 預視者拿到了之外呢 劍魔也開始砍起來了 這個應該是滿難收掉的 技能CD應該沒有那麼快 有E嗎 在平A嗎 在A 只能靠A了 沒技能的 但這個傷害 而且 拿去回血阿 對阿 有可能就回血 喔 逼進化 喔 大絕有咒喔 倒了 這裡李星過來 拍個E 沒有 已經無路可走 基本上跟對方的 神話裝是差不多的 前面沒被壓嘛 如果是拼個 欸 並肩扭掉 漂亮的一個轉頭 倒上來踩空的話 這麼多有機會再把這個線搶回來喔 因為剛的那個中路的換血 唉唷 想踢 沒有 沒有辦法 你沒有出盾 你是白白被砍那個線 沒有 主要是踢 唉唷 又是一個兵劍 暈是暈到了啦 推的回來嗎 不行不行 他們自己的血被耗掉 KINGKAN從上面 夾進來 但這個位置 KINGKAN又在晃了 又是背後夾然後晃 MAKO的位置滿好的 他在這邊 給壓力很大 晃 兵劍上來 擋住 但是這個惡意收購也沒有效果 KINGKAN一腳踩住了 但自己的血量非常危機 必須要往後拉 現在所以殺掉MAKO ZAKA進去想要推 沒有被推到 VIPER成功了 用閃線走掉的這一波 想兩個要搶御使者嗎 其實感覺不是很重要 殺人比較重要 把Devd帶往前 Ferrill也在後面緩人 剩下哥剩一滴血 走不掉了 被Devd給收掉 太重傷了 喔 兵劍 繼續抽 沒抽到 欸不好說欸 不好說欸 24秒他轉1分之1 因為龍可以拖一下 龍姿也要有一點時間 他可以轉好欸 ZAKA往後拉 吃了一個印記 但是 我很懷疑 我非常懷疑 他在下面欸 他剛打球果下來 抓到時間差 抓到時間差了 我的天啊 MAKO這樣躲下嗎 趕緊甩開吧 人給甩飛裡齁 傑傑上來 要接人 還是跑掉 但ZAKA應該不夠距離 應該不夠距離 扣得怎麼樣 或者是他的團隊怎麼樣 因為他要的就是 他變成說 我給你物件但我要發育 衝上來的 SCOUT剛好被埋伏的PUSIC頂了一下 就是我斷自己的龍的節奏 然後給EDG發育的時間 你付出的代價說這麼多 逮到了草叢裡面的MARIO EDG還不敢進場 但是 李星Q到了 要進去嗎 馬閃 馬倫給踢開踢的DAVE的一腳 但是龍還是被DIXcover住了 KINGTON現在一個人深入敵後 是瞬間被宰掉 但是無所謂 雙方是在瘋狂的換頭 BELLO還能夠緩速 SKOUT閃線也交出來 冰箭CD好了 再給他一發冰箭 然後上去以後 用QG的連射 但是好像追不太到SKOUT的樣子 DAVE的BARIO吸進來 再撞一下 SKOUT用分身給擋住了 ZEKA隔牆用殺兵輸出 看來是沒有辦法完成任何的擊殺 而且這邊又這個怎麼又進來了 這個竹女走上來 SKOUT竟然是 繞DRX的家走了 後面有個踢喔 後面有個踢想再留 但這個踢踢下來你要幹嘛 打狀態轉巴龍嗎 距離夠嗎 可以 QE 往前滑 就是有打出來 就是他那個R3 但真的要拚到那個龍武就有點太難 痛苦之者跟重擊真的是搶不到 他們選擇是打不完啦 但傷害有點不足 因為畢竟他進場的時候 其實有些隊友是搶不到 又被追了一下 但是這邊DRX並沒有選擇ALL IN 甩尾 被抓了嗎 被抓了嗎 直接被踢出去 大也被解除了 好痛喔這個Q2 他在等CD欸 你真的節節在被他Q1Q2兩次 是不是就沒來 拉走 可是他沒辦法嗎 這樣 金人 蛤 這金人有價值嗎 踢一腳你要等1.5秒 沒辦法 沒有辦法踢第二腳 但是因為你上野兩個人在下路狂打的關係 這裡DRX也是選擇一波 開始開巴龍 但是開到一半的時候狀態被打得極殘 這裡能踢 金人從背後到進來了 EDG在這邊完全沒有視野 要拼中喔要拼中喔 完全沒有視野 要拼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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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視野 他現在是以一敵四的 拉走 所以李星踢了一下 Piosic上來 撞了一下 把這個對KING的追擊給撞斷 Burio不斷利用他的W來減速 能幫忙嗎 沒有視野 沒有視野 不過最後被Scout丟到一個Q丟死了 最終DRX撤退失敗 他好像是被盧登彈到 他好像撞下去剩十幾滴的樣子 如果沒看錯的話 撞下去的時候只有十幾滴 要頂尖對決嗎 但是有TP來幫忙了 只要躲一回就可以了 兩邊都有T 這卡也來支援 KING這時候不能衝動 還要等隊友過來 他這邊利用一個魔盾 稍微扛出第一波的傷害 他大怎麼轉好了 他大怎麼轉好了 那真的是死掉位置 可是 這很誇張欸 沒有這角色真 喔 甩大預判 暈到了 Scout這個位置 打藥打藥 但是沒用 倒了 哇那這下結結感覺也躲不掉了 Viper在後面狂射 是成功把KING的狀態給設定 KING的燙死了 那還好 那還好 如果KING這下沒有死的話 是真的很危險 直接開ROAD 有DAB的 柯里斯亞的痛苦失扯 還能再被搶嗎 應該不會了吧 剛剛的11滴之仇 打團嗎 一定是打團 上來 沒搶到 拿到了電龍魂 DAB的血量被壓得非常非常非常低 但KING這時候踩進去了 要來對付正槍科 Scout分身在前面扛出這一波的傷害 就是一個ZEKA 紛紛逃跑 KING第二波的進場 踹了一腳 貝瑞歐還在緩速還在控制 對於DRX來說 如果團戰可以就此結束的話 也是個不錯的結局 對 但豬女有好戰喔 可以側切 再一個踢 要硬硬硬硬硬 KING 但Scout在側邊找機會 Piosic要上去頂住這一波 不給Scout的機會 誒 知道你回來的位置 再給你豬頭頂一下 然後吃掉了一波的控制 KING進到後排 開始狂踢 但是他並沒有能夠踢死Viper 這裡拉得掉嗎 電龍龍魂加艾希 兵箭上來又再多被躲過沒有效果 對 但後排直接血量箭底 所以沒辦法往前打 看一下這邊 這個龍就真的沒辦法有點難 然後這裡是閃現 然後雙踏 直接把雙C踏踩 沒有這個雙踏的話 可能要直接被追到死 對 要直接被居了 對 沒錯 KING真的太不喜歡扛傷害了 這邊其實也是在等Vero慢慢poke 而且這裡應該是有溝通 有一個TP 所以就是多牽扯一下 多拉扯一點時間 但其實打到這邊這個電龍龍魂 應該是可以幫助 帥哥借石 拿下這把比賽了 有點難輸啊 他被打死的速度也是超級的快 你看這個挖墊下去 超麻 完全追不到 這個如果有兵箭再吃到就不行了 GA還沒有出來喔 KING的GA也會是 等一下打團的一個重大質變 KING可以卡蠻多傷害的 運運到了耶 潔潔 還好有一個W可以拉距離 但是SCOUT怎麼辦 SCOUT的右邊才是真身 被追到了 被追到了 聖槍哥這個時候要進來的 傷害量非常大 吸補回來 吸補回來 白魄也被逼回去 二一收夠 打到兩個人 但是你打到阿祈爾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KING有沒有人打得過 GA上來了 要看一下EDG有沒有機會開到 大學 但是又是冰箭 躲過了 真的好辛苦 幾十秒躲一次冰箭 這一波消耗不錯 ZEKA被消耗半血 但是ZEKA是有殺肉的 下路 下路已經破完了 然後再一個TD回來 ZEKA把狀態給補上 又被電到 但是二一收夠 被金人給躲掉了 鎮槍哥這時候怎麼辦 想要退 右側 熱不了 血量很糟糕 SCOUT回到原位以後 被追上了 被BARIO黏住了 並且又CD好了 很難受 哇 那這一下EDG 沒辦法了 抵抗不了 回到溫泉裡面 等 哇KING Q2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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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